前段时间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不少AMD系列的主机配置 其中的步伐有全3A的信仰套装 当然也有不少英伟达显卡搭配的性价比的组合 当时我们预计着等英特尔新品推出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边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配置 结果没想到的是这回英特尔Ultra 200S的新品 是刘备菜刀砍电线 一路火花带闪电 输麻了 再加上酷睿13 14代的高端产品线 一整个不稳定的性能输出 我们实在是拿不出什么新的配置了 不过好在AMD这回还是旧场如旧活 拿出了一颗9800X3D 简直就是天神下凡一般 不至于让高端配置的小伙伴们失去选择的目标 所以今天的配置推荐我们还是抱来了9套主机 涵盖了从2000元到2万元的一系列配置 大家可以看作是上次配置推荐的进一步补充 可以交叉来对比一下看看哪一套主机更加的适合你 同样我们依旧有着众多的游戏帧数实测环节 不管是适合1080P游玩的主机 还是玩家们最佳青睐的2K主流游戏电脑 或者是更加高端的4K旗舰型号 都有给大家全面的测试到 无论你是中意3A大作还是痴迷电竞网游 都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些DIY硬件 到底可以跑出什么样的帧数表现 如果这次的节目也可以给到你一些装机思路 也别忘了为我们长安一键三连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对于手握2000元到3000元的小伙伴们来说 能够换来一台足够日常办公 也可以兼顾一定游戏性能的主机 可选的配置的确是不多的 但还是可以来考虑一下今天这台英特尔i3 12100F 加上AMD RX 6500XT 或者是RTX 3050的一个主机配置 别看它是只有四核八线 英特尔12代的异构设计 在这颗CPU上也是行动虚设 但是关键就是能用就好 主板我们给它搭配到一块微星的H610M-E 足够便宜的价格是它最大的亮点 散热方面是一颗亚军的B3四热管的风冷散热器 也是足矣了 内存这里我们使用到两根微钢的D35DDR4 8G比3200MHz的套条 日常使用是完全足够的 而对于功耗不高的RX 6500XT或者是RTX 3050来说 一颗微钢600W的铜牌电源也是完全够的 机箱我们这边选择到的是影驰Main Mini 这样子即使是整机价格没有特别的高 也不影响整体的颜值 那配置介绍完毕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一下这台主机 到底能不能够满足我们1080P环境下的日常游玩 这次的游戏测试环节还是测试了非常多款的游戏 对于一套配置来说 分别去搭配到这两张显卡RTX 3050 基本是可以满足1080P默认最高画质 搭配DLSS关闭光追下的流畅游玩目标 那反观此时的6500XT 由于整体的性能以及4GB显存在不少游戏当中 都显得是比较捉襟见重 可以说除了CS2与Dota2两款不太吃配置的电竞网游 其他的游戏在6500XT这里 都没有办法做到最高画质压力下 保持60帧以上的一个性能水平 所以我们又专门去测试了中低画质下的3A大作的具体帧数表现 此时6500XT 4GB显存才算是勉强的够用 帧数也是勉强及格 可以说对于预算不是非常紧张的小伙伴来说 RTX 3050怎么看都是性价比更高的那张显卡 起码它是可以在1080P分辨率下以高画质流畅游玩大多数游戏的 对于只想偶尔去处理一下日常办公或者是轻微打打电竞网游 甚至是电脑端手游的小伙伴来说 6500XT也算是一个可选项 最后在考机测试这里 如果说入门级主机配置除了价格便宜以外 还有什么地方不需要我们额外去操心 那就是考机的温度与功耗了 无论我们如何去搭配这两张显卡 整机满载功耗都不会轻易突破230W 所以小伙伴们想要去搭配一颗正常的450W左右 来路正常品质正常的电源 从而继续节省一些经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果小伙伴们的整机预算来到了3000到4000元这个区间 除了上次我们推荐的R5 5600以外 英海尔这边的i5 12400F也可以进入我们的视野了 而在显卡的配置方面 我们就可以来考虑一下市面上比较多的RTX4060 或者是RX6750G而已 那这两张显卡目前的售价都是在2000元左右 还是比较实惠的 R2400F这样的处理器 也很难遇到英特尔这回这个CPU体质不稳定的问题 那主板方面我们继续去搭配微星的H610M-E 内存也依旧是两根微钢3200MHz DDR4 8GB的内存套装 那电源也是微钢的600W的铜牌 足够保证整机的稳定供电 再上我们依旧是选择了亚骏B3四肉管的风扇 最后机箱是使用了长城世界S1迷你小机箱 看起来是较为普通的一个配置 但确实经过不少玩家长期使用下来的一个稳定的总结组合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游戏表现 那对于这两张显卡 网游的整体表现都还不错 均可以做到1080P最高画质130帧以上的流畅水平 那日常不管是和朋友开黑 还是独自一人打打人机 这个流畅性能是足够的 而在3A游戏当中 像是地平线5 无主之地3 刺客信条幻景 两张显卡的性能差异不算大 基本也都可以保证100帧左右的成绩 差距最大的游戏还是在黑神话悟空这里 这里我们并没有开启单独的光追选项 当由于优异无引擎当中自带的LUMA光追效果 哪怕这里我们去开启的是影视级的画质 一项光追性能缠入的A卡 也依然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最终想要达到60帧以上的一个帧数 流畅体验这款3A大作的话 还是需要牺牲掉一些画质 可以说如果想要玩光追 那还是要看看N卡 如果不太注重光追的效果 也可以选择省下200块钱 来选择一张6750GRE 考骑测试当中的结果 这两套配置的整体功耗与发热 依旧不需要我们太过于担心 就算全程满载 整机功耗也是很难突破300瓦的大关 那如今看来这个算是很节能的主机配置了 如果小伙伴们还是学生档 或者是刚刚步入社会 依旧有充足的时间去打打游戏 那么这套配置对于预算不太多的我们来说 是比较合适的 那对于进一步想要升级的小伙伴们来说 5000到6000元这个档位 大家可以选择的配置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自由度相对来说也要高一些 那如果我们想要CPU进一步来升级 可以换到i5 12600KF 不仅多出了几个核心 频率相比12400F来说也可以更高一些 那预算自然是够不上Z系列的主板 但是整一个B760M爆破弹玩一玩也是不错的 就算不能进行CPU的超频 起码整体的用料与接口丰富程度是更好的 搭配到的主力显卡依旧是RTX4060或者是4060Ti 内存还是两条8GB的DDR4套条就够用了 散热方面也节省EDM 从4热管的风冷换成6热管的风冷就OK了 而在电源与气箱的考虑上面 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小的升级 那么这一套mini加强版的主机 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游戏体验 让我们赶紧去看看 虽然4060 4060Ti都是这两年左右发布的显卡 但是应付1080P主流大作们依旧是如砍刀砍菜 整体的实测下来 无论是电竞网游还是3A大作 除了面对今年新发布的黑神话悟空 全部影视级的画质压力是有一些大以外 其他基本上所有的游戏都可以做到轻松畅玩 尤其是4060Ti凭借更多的Cuda流处理器 部分游戏实际运行在2K分辨率下也是没有压力的 虽然这里2600KF还是没有办法去超频 但游戏中的4.5GHz的稳定频率 也不会给显卡拖什么后退 也算是整体看下来实力非常均衡的一套配置 如果我们的预算充足 想充一下2K分辨率流畅打游戏 那就可以选到4060Ti 如果1080P也是够用的 那就可以选4060 省下来的钱去买显示器也是OK的 而在烤机方面12600KF的功耗 虽然比12400F更高一些 但是B760主板也没有办法给它超频 所以6热管的风冷压制它还是靠谱的 而搭配上这两张N卡整机300W出头的功耗表现 也对电源的选择够不成什么压力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来合理搭配 来到5000到7000元这个范围 我们其实就还有另外一颗游戏使用可以来进行选择 那就是AMD的5700X3D 虽然这颗CPU推出的时间比它的大哥5800X3D晚上不少 那频率也是一个残血版本 但是在如今5800X3D缺货少货后续X3D系列处理器价格还居高不下的时期 1000元冒头就可以换来一颗针对游戏优化更好的X3D系列的CPU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主板这里我们用到的是微星B550M-VDH内存 依旧是搭配到两条8GB DDR4内存 搭配到的显卡这次我们给它升级到了更加适合征战2K分辨率的7800XT与4060Ti 散热方面用上了四热管的亚军B3 电源与机箱则分别选择到了微星家的650W的铜牌电源与M100L的海景房 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去看一下这套配置打起来2K游戏 它的表现究竟是怎么样的 由于整体游戏分辨率提升到2K 在一些3A大作当中 两张显卡的帧率貌似是要比之前配置还要低上一些 但是画质细腻的程度提升的是一言可辩的 在电机网游当中即使升级分辨率 整体流畅程度依旧是在线的 那在3A游戏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体7800XT的性能实力确实是要比4060它要高出整整一档 后者它也不是不能玩游戏 只不过是更贵的7800XT的确帧数要更加的高更加流畅 还真就是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 那考虑到两者接近800元的差价 小伙伴们看到这样子的帧数差异 也应该可以充分理解到4060Ti的苦衷了吧 如何选择就要看这个钱包压力大不大 而在烤机这里 四热管的亚军B3面对满载烤机100W的5700X3D 压力是稍微有一些大的 CPU核心温度基本是可以稳定在90摄氏度左右 也不是不能用 尤其是考虑到游戏当中CPU压力也不算高 普遍保持在60-70摄氏度左右的一个范围之内 对于心疼CPU的小伙伴们来说 可以考虑一下升级散热器 而在功耗方面搭配7800XT 整机的复合满载就达到了350W以上 此时去选择650W张子的电源 的确就是有了用物之地 对于手握8000-9000元购机预算的小伙伴们来说 日后你的每一次开机心中都可以默念一次 恭喜您您的游戏主机配置 已经超越了全球80%以上的玩家哦 但这里我们选择CPU平台的时候 依旧是要讲究一点性价比的 以便把更多的预算去留给显卡 所以除了我们上次配置推荐中选择到的AMD R5 7500F 或者是R5 9600X以外 对于那些仍然对英特尔平台念念不忘的小伙伴们来说 可供选择的产品的确是不多了 13 14代的i5算是一个既便宜 又不用那么过分担心CPU体质崩溃的产品了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到13600KF 也可以选择免费升级成14600KF 而在主板与机箱的选择上面 我们可以直接来搭配出一套华硕小天选 前者是B760M D4的天选主板 后者是A23的动箭版的天选定制机箱 内存还是普世乌花的两根微缸 D35DDR48GB 3200MHz的套条 散热这回终于是可以考虑升级到水冷 这里我们用上了瓦尔基里的A360 显卡也升级到了迅景的RX7800XT 或者是七彩虹的RTX4070 SuperUltra 当然电源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要换成长程列径XT750W的金牌全模组电源 那对于这套天选主机 游戏性能强不强还要实测来说话 实际测试下来7800XT这张显卡 虽然也是能够满足2K分辨率下 流畅运行大部分游戏 但是对比性能更加强劲的4070 Super来说 基本都是要落后一档的 尤其是这里面以开启光追后的黑神话悟空为例 虽然两张显卡关闭光追时候的性能相差不大 但是一旦开启光追帧数差异变得明显起来 起码4070 Super还可以保持平均75帧的一个成绩 保证我们足够流畅游戏体验 在这套配置当中 大家可以简单把4070 Super多出来的这900块钱 当作一个光追模式的体验成本来看待 而在功耗与温度方面的CPU烤机15分钟 最高88摄氏度 功耗为180瓦频率稳定在了5GHz 足以见得这里上360水冷的必要性 相比4070 Super 220瓦的一个整卡功耗来说 还是要更加的费电一些 接下来我们就即将要进入到DIY装机的另外一个领域了 万元神机阶段 到这里我们的可选范围非常的广了 CPU的选择上我们可以使用到传闻已久的7800X3D 虽说是上代的处理器 但如今看来仍然可以说是宝刀不老 而这颗CPU的售价最近也是起起伏伏 定位直接要比此前的一众处理器产品都高尚不少 算是真正高端玩家们的心头好 虽然搭配到的主板仅仅是采用到了一张华硕的B650M-R 但是它的供电的确是可以满足这颗无法超频 满载功耗也是不足百瓦的7800X3D来使用的 内存我们这次总算是升级成了DDR5 直接用上两根芝奇幻风级16GB 6400MHz的套条 水冷方面由于CPU发热量着实是不高 用一个瓦尔基里的A240水冷是足以的 搭配到这里的显卡有三款 分别是4070 Super 4070Ti Super以及7800XT 而为了满足它们的供电需求 电源这里也是直接用上了海运850W的金牌全模组 稳妥的选择 最后机箱选择上面是N节的H5FOLO白色侧透机箱 整体一个纯白的搭配还是非常的协调 在游戏实测当中整体来看三张中高端显卡 与7800X3D搭配起来 应付2K分辨率下的各类游戏还是非常轻松自在 不管是电竞网游还是3A大作就没有跑步顺畅的 甚至这里搭配到的这张4070Ti Super 也已经可以去考虑玩一下4K下的3A大作了 即使是面对黑神话悟空这款较维持性能的游戏 它也是达到了100帧的一个平均帧水平 在开启光追之后平均帧也是有78帧的 而这款游戏对于7800XT来说还是比较有压力的 尤其是开启了光追选项之后 如果你因为预算的原因选到了这张显卡 那么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去关闭光追的2K游戏 比较A卡的光追性能 目前来说还是不足以与N卡来相提并论的 大家如果想要体验光追的话 N卡目前还是更加适合你 那功耗与温度方面的7800X 3D这颗处理器 绝对是节能且安心的 就算去搭配到的是240水冷 全程烤机CPU的温度也没有超过80摄氏度 功耗也是只有区区的80W左右 这也给主板与水冷创造出了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而这几张显卡的整体烤机表现都还是比较平稳的 这套配置换成850W的电源肯定是更加稳妥的选择 激进一些的小伙伴想要自行给它换成 有质量保证的大品牌750W的电源也是可以的 下面终于到了我们全场最令人期待的第7套主机 原因无它就是这颗闪闪亮亮的9800X 3D CPU 实在是太开门了 作为刚刚发布连我们手都没有捂热的新品CPU 了解DIY的小伙伴们自然早就听说了它游戏性能之强 看过我们首发节目的朋友肯定也是知道了 这代处理器改善了核心散热的能力 就连生产力表现上也比上代7800X 3D强了不少 虽然说这颗CPU的功耗增加了一些 但即使搭配B650M迫击炮这样的主板 也不会对它的游戏性能造成什么样的瓶颈 所以CPU贵就贵一点吧 找张便宜的主板我们就可以找补回来了 内存这里我们依旧是采用到两根支起幻风机DDR5 16G 6400MHz的套条 水冷我们给它升级到瓦尔基里的A360 显卡与电源还是保持4070 Super 4070Ti Super 7800XT 搭配海运850W的金牌全模组的黄金组合 机箱换成了白色的NGH7 如此一来本次配置推荐的王炸机型就此登场 接下来我们赶紧去看看它的游戏表现 游戏实测的这部分我们还是仅针对9800X3D解锁PBO限制 进行了测试 而未开启超频的模式 但最终的结果想当然的 也是这个非常令人满意 整体看下来无论是电竞网游还是3A大作 都能够取得非常喜人的2K超高帧率 想是4070Ti Super这样子的显卡 在面对解锁了帧数限制的DOTA2的时候 帧数是个轻松突破了340帧 那对于网游玩家来说 尤其是竞技Pro哥们儿来说 不追求分辨率的画质情况下 9800X3D这颗处理器对于游戏帧数的提升 可以说是非常的显著 即使你是3A大作玩家 无论搭配到什么样的显卡 那这颗处理器在2K分辨率下 都不会拖慢整套系统的运行速度 的确是非常的强 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么夸张的高帧率的需求 那么节约一些预算 我们去选择到7800X3D用来打3A大作 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烤机测试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颗9800X3D的功耗释放 可以轻轻松松的达到140W的水平 这就不是一个普通240的水冷可以应付的了 想要日常稳定不降频的使用 360的水冷还是一个必须要选的升级项 而搭配的这三张显卡也依旧是稳定表现 测试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戴9800X3D的游戏性能表现的确强劲 对比市面上几乎所有的CPU都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的 但目前它的价格的确不便宜 还是真正这个副根之选 如果你不在意核心多不多跑分强不强 只想获得一根赛博世界当中飞的最快的扫帐 那么这颗处理器确实是该成为你的心头好 当然影响游戏体验的不仅仅只有PC硬件而已 有时候一套好一些的外设 也可以给自己提供更好的体验 在使用这两台主机打游戏跑测试的这段时间里 我们使用到雷蛇最新的巴塞丽丝蛇V3 Pro鼠标 与黑寡妇V4 Pro的键盘 它们都是无线套装 整体桌面也是足够简洁的同时 键盘也可以保证最高每秒4000次的按键检测 鼠标更是可以做到最高8000赫兹的一个轮循率 那对于我们这样子的普通玩家来说 唱完电竞网游他们也是绰绰有余了 在今天测试的最后 还有两位比较特殊的旗舰机型 就是英特尔最新发布的 Auto 7与Auto 9平台 那关于它们的理论专业性能的提升 与实际游戏性能的倒退 大家肯定也是从此前的各类首发节目当中 充分了解到了 可以说作为英特尔的第一代桌面级AI处理器 这几颗CPU的专业生产力性能 算是有些差强人意 但是作为它们的新一代游戏处理器 的确是不合格的 再加上目前是只能适配到 最新且价格不菲的Z890系列主板 也就让这几颗处理器 在中低端机型上 可以说是毫无性价比可言 今天搭配的这两套旗舰机型 也是给那些对英特尔平台 念念不忘的小伙伴们 一个装机的配置参考 毕竟目前13代14代处理器 身上还是有重机缠身 也只能是死马来当活马一了 这里Auto 7与Auto 9同为搭配 ROG Z890吹雪 内存分别是用到了 芝奇幻风级16GB乘以26400MHz的套条 与24GB乘以27200MHz的套条 水冷则是分别采用了 瓦尔基里的E360与V360产品 而在游戏实测的部分 我们也会分别让Ultra 726 5K来搭配 4070Ti Super 4080 Super Ultra 9285K来搭配4080 Super 以及7900XTX来进行4K游戏的测试 大家也可以简单了解参考一下 对于动辄15000到20000元的旗舰主机来说 能够流畅去运行4K高画质游戏 也算是一个基础标准了 而此时整机的主要运行压力 都是集中在显卡身上的 不同CPU之间的帧数差异的确是会缩小 主要还是要来看显卡之间的水平差距 像是在《黑神话悟空》这款游戏当中 开启光追场景中 纵使7900XTX的理论跑分它再高 但人远远打不过4080 Super 而在其他游戏当中 仅仅对比今天的这两套主机 基本上这几张显卡都可以满足4K游戏流畅运行的目标 而对于3A游戏玩家来说 其实只要显卡够好 目前主流的一个高端CPU 也都可以跑出这个帧数 那U9对比U7也很难拉开什么差距 而在考骑测试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Z890吹雪这张主板 是基本可以满足U7与U9 PL2 253W的默认最大功耗释放 我们搭配的水冷 也基本都是可以成功压制住CPU的热度 整体GPU的性能释放 也可以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下 可以说价位段的U7U9的配置足够 绝大多数玩家的日常去使用了 如果小伙伴们能够在自己的实际生活工作上 充分利用到全新的Ultra系列处理器 超高多核跑分的优势 同时也是3A游戏的主要玩家 那么你就可以去来考虑这两台配置 否则选择它们的使用意义确实是不大的 性价比也是比较低的 好啦 我们今年的双11整体配置推荐环节到这里 就基本要告一段落了 这里有十多套主机不能说是面面俱到 但起码针对游戏玩家们都做到了 比较细致的装机配置推荐 那小伙伴们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在这些配置清单上来增增减减 组合出最适合你自己的主机 无论是陪你办公学习还是日常游戏 无论你的预算是两三千元 还是足够购买万元神机 对于游戏党们来说 永远令人感动的是那些真正快乐的游戏时光 不管是和朋友来开黑做任务 还是在一个个奇异梦幻的赛博世界当中遨游 我们需要珍惜的只是这份经历与回忆 而硬件配置只是载体 就像是哆啦A梦的时光穿梭机一样 还是希望在这个双十一 大家都可以量力而行 也可以选择到最适合自己的那套主机 在未来陪伴自己走过一个又一个 不一样的神奇世界 那我们本期推荐到这里全部结束了 是不是觉得我们很辛苦 可以为我们长按一键三连收藏关注点赞 那是回出我们的上方的关注订阅 下期节目再见啦 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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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赞